這個我已經用了兩個禮拜了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而且它叫雪露 就是它用之前要搖一搖 然後就會變這種雲霧狀的化妝水 我覺得它們家保養就是上妝前很剛好 就是也不會太油 然後也沒有什麼香料的感覺 就是味道都是非常非常淡的 去敷在兩夾 就是保濕度夠的話它的毛孔就是會看起來比較小 然後它有兩面 一面是那種刻痕比較明顯的 一面是比較平的 我們就敷比較平的那一面 然後敷在這一塊 這個我覺得很好用是 它很大片 就是以這種圓形的面膜來講 它是很大片的 然後它非常的軟 就是它已經接近到面膜的材質 好 因為我之前用別間的 它們的材質都會比較硬一點 然後這一款是我覺得敷起來最舒服的 其實要看你的毛孔大小 因為像我比較乾 然後我的毛孔問題 比較像是在兩夾的話 我就會敷在兩夾 就是你看哪邊缺水你就敷哪邊 這樣子 然後這一種就是會敷的比較快 這種敷大概五分鐘就可以了 而且這個我真的 我又蠻快的 好 我今天敷了五分鐘 然後就拍一拍 然後用反面 就是外面這一面 我會 兩個合起來 然後兩面都是圖的那一面 然後 就是把軟化的角質 輕輕的擦掉 等一下上妝就會比較服貼 然後在唇周的地方 我會做加強 然後跟鼻翼 就是剛剛比較沒有敷到的地方 然後最後一片嘛 我會對折 就是用外面這一面 然後一樣 加強鼻翼 臉上會有一些多餘的精華液 然後我會把它拍進去 不能臉就是水水的 然後就上底妝 這樣會 底妝會很容易糊掉 然後按進去 就夠了 我就不用再上保養品了 就是它要非常的高 就是它要非常的高 就是剛剛好 所以我實在很喜歡用這一罐 就是很舒服 剛剛好 早上一定都會上這個 這個超好用 就是保養的唇...蜜 然後是 完全沒有顏色的 然後上在嘴巴上面也很舒服 就是一定會 囤穫的東西 我今天要上的粉底液 是我平常上我覺得 有點乾 就是這個 冬種下草 但我覺得一直放在那邊也非常浪費 所以我就想要 幫它找一個 它可以上的方法 就是想說那 我今天就用這個 其實防曬啊 它可以讓你的底妝 看起來比較有光澤度 但是它就是會比較容易暗沉 跟出油 可是因為我本身比較乾 然後... 這一罐我覺得不太會暗沉 所以這個我還蠻推薦大家去買的 這個...這個算是他們家的明星產品吧 他們有名就是因為 它上上去你的皮膚 就算你沒有上足保養品 但不能這樣 你還是要上足 但就是有時候你趕時間 然後你沒有上足保養品 你在上底妝的時候 這條防曬不會暗沉之外 它可以讓你的底妝 非常有潤度的去上 就是很像你保養品上得很足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真的很好上手 無論你的底妝是什麼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今天就這樣配 看能不能把它救起來 就是重新的去用它 然後這條上在皮膚上的感覺 就是很像保養品的感覺 就是很舒服 不會有一般那種 防曬的油膩感 所以我很喜歡 擦完還剩那麼多 那要上哪裡 上脖子 我們就把它抹開 然後上在脖子上 這樣皮膚看起來其實就是 保養很足的感覺 就是皮膚 就是亮亮的光澤 不是用打亮液的量 就是你皮膚上足保養品的那種量 所以這一罐我先上完 我再去上粉底液 然後我們就來 上身份看這個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因為 我也沒有這樣試過 但基本上應該是可以啦 好 我們用的量是這樣子 一點點 然後點一點點之後 把它拍開 我覺得貼很多耶 那個觸感就不太一樣 你家裡如果有其他的防曬 你也可以這樣試試看 因為我有另外一條防曬這樣試 也是可以 只是Pony的效果是 它是專門設計成給 我覺得是給那種妝淺用的防曬 所以我覺得效果會更好 OK我覺得很成功 它就是變得比較沒有那麼乾跟厚 其實這一罐已經蠻保濕的 只是我前陣子 皮膚比現在又更乾了 我覺得這兩罐配起來超搭的耶 我覺得很讚 我覺得很讚 很配 這兩個 好然後 你看還剩那麼多 然後臉已經 上得OK了 就是已經都上均勻了 然後就可以擦掉了 就是 多的就擦掉 不要再上在臉上 不然你的妝看起來會很厚 這下我就是都用這個 NARS 然後呢 我還是習慣會上在手上 因為我前陣子偷懶 我就是一樣用點的 我覺得眼下真的會變得乾一些些 程度沒有到很明顯 但有時候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就會很明顯 所以我現在都還是回去 站在手上 在手上沾 適當的亮 然後我很喜歡他們家的遮瑕蜜 他們家的遮瑕蜜很薄 所以上他眼下我覺得 很剛好 跳脫那個 慣性的用法 所以我最近在找那個 遮瑕膏 然後 我找到那種 三扇的那種 四色的遮瑕盤 但也有人說那個太乾了 所以我就 又沒買了 好 然後剩一些痘疤 跟 一些小點點 我才會用乾的去遮 這種乾的 然後 我會用這個亮的顏色 先上在眼下 然後用點的上去 然後唇周 一定要遮好 因為到時候那個唇形會變得比較 比較漂亮 就是不會有那種下垂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長一顆痘痘 但是已經是後期的痘痘 就是他已經比較暗了 所以那時候你就是可以用打亮的顏色去把它 去把它做提亮 但如果還是在發炎的痘痘 就是要用 比較暗的顏色去遮 就是 要看痘痘的時期 這個蜜粉餅 我真的推薦 這個蜜粉餅 我真的很喜歡 這塊我很喜歡是因為它的顏色 它是那種象牙白 所以它非常適合做 我覺得我上大部分的膚色其實這個都可以用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好用 然後 我都是用刷子上 然後我都沒有用這個上 我都還沒有用海綿上過 所以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透一點的妝 所以 我通常蜜粉餅 餅類啊蜜粉我還是都會用蜜粉上 因為前面有講我的皮膚是比較偏乾性的 所以就是 沾好 然後一樣 我先上在邊邊 因為我很怕 頭髮黏到 然後 然後呢 再來加強 梯子 然後因為現在夏天了 蜜粉的用量會比冬天還要多 就是會上好上滿 然後眼下 然後眼下 然後眉毛啊 因為現在女生還蠻注重眉毛的我發現 所以你要上眉毛前 你一定要把眉毛附近的蜜粉 上滿 就是 你要順著刷 然後你還要逆著刷 但你不用再重新沾了 就是 剩下的魚粉去過過就好了 但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話 你就是可能要再沾一下 把眉毛疏順 我昨天晚上在化妝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在化是 不是日常妝 比較像是 直接看蛇貨 然後裡面都是那種 70、60年代的西皮風格 因為我很喜歡薄西苗峰 就是要很 很 很隨性 然後很奔放的感覺 然後色彩是很繽紛的 然後我覺得那是那個年代的浪漫 我最近看蛇貨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我在那個年代我會做什麼 我昨天就化了有點瘋狂的妝 然後 我就 按照那個 瘋狂妝的比例 就是我的眼睛變成一個太陽 就是 旁邊是黑色的線 然後很像太陽這樣 然後我的眉毛就化的 比平常還要再更 圓 然後再更寬 然後我昨天就覺得 喔那樣化我的眉毛 好像還蠻好看的 就是 比較 眉毛會更大 可是就是會更 更圓潤的感覺 然後整個人的 臉型就會蠻柔和的 就是會跟你的眼妝去做對比 然後昨天就想說 欸那我現在來畫畫看 就是如果我的眉毛都是圓圓的 或是 就感覺蠻好看的 欸不對 一樣就是先打底嘛 然後 然後我是來回上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蛇貨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 因為我超級無敵愛看影集的 然後最近也有去看父親 我覺得 大家也可以去看 就是安東尼霍普金斯還有的 最佳男主角 這是剛剛出來的新聞 我覺得 很恭喜 我覺得他真的超強 他那個年紀然後還要掩飾之正 然後他的頭腦就一定要更清楚 所以我就覺得 就覺得超敬佩的 我覺得演員是我最 不是說嚮往 就是應該是說我最崇拜的職業吧 他們就是 我覺得觀察力要很敏銳 然後 我覺得觀察力要很敏銳之外 他們還要詮釋出 詮釋出那個角色的狀態 我覺得那個是最厲害的 好 我先把我平常畫的眉型畫出來 好癢 然後這樣以利亞的染眉膏 畫在眉頭的位置就好了 這支很喜歡是他會 增加毛流感 就是他是很明顯的那一種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用眉頭就是要多不多的 我應該很久沒有用他了 我之前一段時間超愛 大概一年前吧 一年前超愛用 因為他就是超級方便的 就是他 雖然是果凍狀 但是他不會馬上解塊 因為很多果凍的眼影 上在眼睛上面 他很容易就是會 一塊一塊的 就是你已經推不開了 然後這個不會 這個超級好用 然後這個顏色 我覺得也很漂亮 用這個Silt Row 再用Nals的這個 上面的顏色 這個顏色很像香檳色 就是我覺得質感很好 好 然後今天最後要上下漸層的 然後下眼影也可以用這個顏色 用最近我還蠻常推薦的這個 正宣默的眼線刷 他的頭啊 我覺得非常好用 就是無論 我也會拿那種 眼線膠筆 畫完眼尾之後直接用這支拉開 非常好看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用眼影去拉 像今天又愛杜莎的 我覺得很好用欸 他非常細 然後很好畫 就是很滑 但是他又不會 不會容易暈 然後買三個顏色 這個是橘色 橘棕色 然後還有一個是 帶紅色的吧 然後還有一個是綠色 綠色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我覺得 很好看 然後這個是 這個橘棕色 我覺得是配今天的眼影 我現在很喜歡用這一支 去把後面的線條拉長 然後他就自己會有漸層 就會看起來 怎麼沒拍到 就是他會從深然後到淺 他是做很細微的 但是很細微的色差 然後你的眼妝看起來就是會 默默的很精緻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拉 我很喜歡做那種 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情 這一支芸毛膏我覺得很 他夾得蠻緊的 當然就是要眼瞼比較耐夾的人 會很喜歡 因為他夾得蠻挺的 就是這個 加一次而已 然後再用這個 有一點點藍色 所以還有一點點透明感的感覺 那我有時候淡妝的時候 我就 把睫毛刷俏 這樣我就出門了 不會再刷 然後下睫毛是用Déjavu的 很細很細的 他叫Lash Up 然後他下睫毛再細他都刷得到 所以我很喜歡這一支 然後腮紅用Glossier的腮紅液 最近很喜歡他 我剛拿到他的時候 我好像沒什麼感覺 然後 最近很喜歡是 嗯 我覺得可能是我最近的妝變得比較薄 然後變得比較淡 然後淡妝的時候上他皮膚會很貼 然後會非常的 我不知道 我覺得上他臉上的感覺非常舒服 怎麼講 有一種很水透的感覺 然後很舒服 就是有一種很輕膚的 的質地會在你的臉上 然後我就會 我覺得最近用起來還蠻 蠻適合的 就是有一種很很貼 然後很自然很透的感覺 就是 他會折射在光影之間 但他不是那種偏光的腮紅 我就會覺得很自然 唇的話今天是用SUKU的 唇我都會塗中間 然後從中間去把它推開 因為唇有質地通常都會比較厚 所以我都會先把它暈開之後 我如果要再疊擦的話 我會再疊一層 因為如果直接一層擦滿整個嘴巴的話 看起來那個嘴巴的質地會比較重 眼睛已經蠻亮的 因為原本還想說要來上打亮 今天用的品項比較小 然後都是日常我會用到的妝 就是隨手一拿都會用到的 今天實驗也成功 然後這是他們舊的 新款我不知道用起來怎樣 因為舊款我覺得用起來還蠻好的 所以那時候有囤貨新款的我還沒有用過 其實這款粉底液還不是乾的 只是我用起來比較乾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樣做搭配我覺得很剛好 但如果你有 或是你皮膚怎麼上保養品 你都會覺得 上的保養就是不夠 你的底妝就是很乾的話 你們可以去用用看這個仿曬 我覺得很好用 再推薦大家去看蛇貨 然後電影的話 他父親我覺得也可以看 家裡如果有獅子老人看 他會特別有感觸 安東尼科普金斯他也真的很厲害 就是 他把獅子的退化的症狀 我覺得演得很揪心 我覺得喜歡看電影的可以去看 他其實是好像是去年的電影 然後因為他現在要頒獎了 所以又好像又在台灣在上映 還是台灣第一次上映我不知道 就是現在電影院應該有 我覺得可以看 導演為了邀請安東尼科普金斯 然後他就把主角的名字改成安東尼 就是我覺得很有趣 那我要出門去買酒了 這樣講有點奇怪 我等一下要來泡美酒 所以就是我要先去買酒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